这个地方云端上面 所以将来请各位记一下云端 云端白板上面 我这边都有一些说明 所以请各位回去的话 你会把它当然 有点像线上的讲义一样 那里面的话 这边有一个连结 就是我有分享一些 有关就是懒人包的一些相关的说明 那首先第一个 你们如果要比较什么 比较那个VBA跟Python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差别 我刚刚有讲过 VBA好处就打开就有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它也不用做什么设定 就可以开发了 第三个的话 如果你要有个资料库的话 那Python它必须还要再用SQLite 可是在Excel里面的好处是说 VBA它就可以把Excel 当成资料库来储存资料 OK 所以其实VBA好处是 它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有了 那Python的话 很多东西都没有 那你变成你要自己再把 外部的一些 韩式库引用进来 所以相对的 如果以困难度来看 我反而觉得VBA相对的还是比较简单一些些 只是说VBA它的限制是说 它就是微软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韩式库 它如果有提供给你就可以办得到 但有一些没有的话 你就办不到 像那个影像变 比如说像影像变试那一部分 那VBA可能就是它的弱点 像网络爬虫好了 其实两边都可以做网络爬虫 可是Python还是略胜一筹 OK 所以基本上 当然你就要怎么找到那个工具的长处 去做应用 而不是说你一个工具要从头用到尾 这种好像通常是比较不太建议 最好是你要找到某一个工具 它有什么样的长处 你用那个 如果说它另外一个功能 假设另外一个工具来做比较适合的话 也许你可以接力赛 这个做完之后丢给它 对不对 不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爬虫 爬虫也许是Python比较强 但是如果我今天如果要在Excel里面用的话 我可以先把资料抓起来 再丢给VBA VBA再接手后面的应用不就好了 两边可以互相做什么 互相的搭配 这个就是有点像跨工具的应用 所以没有说一个工具可以全部都 完全都是长处的 好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来说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这边有相关说明 那至于呢 就是Python有什么地方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它要做一些设定 我刚刚讲过有点像自助餐的概念 所以我们刚刚要先下载这两个 然后并且下载到C叠或D叠 如果你自己的电脑我建议是放在低叠 那比较建议放在根目录啦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放在那个某个目录里面 那目录里面好像有中文名称 好像有发生那个充码的问题 这个所以我建议你干脆就放根目录里面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不要多一层目录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因为Eclipse会用到Java的环境 所以理论上一般的电脑都有装Java 不会有问题 但如果你点开Eclipse之后发现说 它跳出什么 那个什么一定需要Java的Round Time 那怎么办呢 你可能就必须要额外再装一个Java 那哪边有Java 其实在安装环境里面 如果你们有跳出那个什么Eclipse需要Java的话 你就把云端上面的这个安装环境里面的JDK 把它下载 并且安装 那那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不过目前 因为你们如果有用自己的电脑 才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边电脑都有Java的环境 所以不会有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发生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把它开起来 不过开起来之后的话 第一件事情请注意 你的Workspace要改一下 因为这边上课不是只有你们这个班 另外白天还有另外一个班 所以请各位名称改一下 按个Lunch 所以它就放哪里 放这个C C帖底下这个目录 所以未来你们如果要备份你的程式 回家也可以用的话 你就把这个目录 call回家 放在你自己电脑里面 那Lunch的时候呢 有没有就直接找到那个目录在开 那你写过的程式也会又恢复了 OK所以特别重要就是放目录里面 那你要备份的话就把目录带走就好了 Lunch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出现 我刚刚已经开过了 我看一下 这边inuse 这边已经开过了 那这样的话就开起来了 第一个动作完成 那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如果开起来之后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Eclipse跟那个Python 它是分别是属于两家不同 两个不同单位吧 因为它应该也不属于 它是OR区 它不是公司 不同两个组织 那所以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事呢 打开Eclipse之后 跟他讲 我的Python的函事故放哪里 那要怎么告诉他 请各位注意一下 Windows里面 有一个这个Pephonics 这边设定 那请各位找到 这边里面有一个叫 Python的开头 Py Pydu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外挂 外挂的名 那里面的话 请各位找到 这边有一个叫Interpreters 里面有一个叫Python的Interpreters 那目前里面是空的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 你要告诉他说 这个地方 你要告诉他 我们的Python放哪里 否则的话 他会没有Python 你就没办法写程式 也没办法砍拍 也没办法弄就对了 所以你要跟他讲说 Python放哪里 当然呢 其实如果你不用手动 New的话是手动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QuickAutoConfig 这是自动去帮你找到 也许你里面有别的 那个Python的函事故 也可以自动找到 甚至他如果你这台电脑装什么Archonda 他也会找到 其实Archonda也可以当来源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New New之后的话 再按一下Browse 跟他讲什么呢 我的那个目录是放在哪里 放在C叠底下 所以你就找到C叠 C叠底下会有一个什么呢 Python的3732 那他主要是会问你说 你那个exe Python的exe在哪里 因为加上我们要Run 不用你写一个module 你要Run的话 需要跟他讲 你这个exe在哪里 所以找到他 然后呢 按一个开启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 按OK 那你会发现呢 他除了找到 他会找到一些相关的函事库 按OK 好 就完成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一定要做 如果没有做的话 你的equilibus 就没有办法跟Python 做什么 做连结 OK 那未来当然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函事库 也可以加到下方 那这边按OK Apply close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什么 把equilibus 跟Python 做连结的 他接在一起了 OK 好 那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不过 会有什么差别 就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你将来要Run 那个Python的程式写好了 也没办法Run 他会跳出 他找不到Python 因为你写好 你一定要找Python的 那个exe才能帮你砍Pyre 才能帮你去Run 那个你的module OK 那接下来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 开始 已经把equilibus 跟Python串了 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我们就要建一个新的专案 那在这个上方你会发现 它预设是什么 是Java的 因为我刚刚讲过 这个环境本来是开发Java 我们只是加了一个Python的外挂 让它可以开发Python 所以你请记得 第一次请你用Other Other里面一定会找到PyDIF 其实它的外挂就是这个名称 PyDIF OK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什么 Python的Quadra 所以如果你要开发专案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专案 然后专案底下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package 你在package里面产生模组就可以了 那我们程式就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记得步骤都固定的 一先建专案 专案PyDIF的project 下一步 第二的话呢 那我们要建一个project name Name的话 随便取的 也许我们叫Tesla 或者你可以取别的名称都OK 然后它会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的那个workspace里面的这个下方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开发的版本 也许你用最新的3.6 不过应该理论是3.7啦 因为这个外挂可能比较久 它没抓到 那另外的话 底下请各位多选这个叫CreateSRC SRC的话它会帮你产生一个空的一个目录 一个package 名称叫SRC 然后按Finish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就new一个PyDIF的project 名称取一下 然后呢 这边改一下 再来最重要这里 CreateSRC 按Finish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建专案的动作了 OK好 然后把它Finish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专案了 然后把它开None好了 OK 然后你会发现呢 这边有个新的专案 专案里面会有一个那个SRC SRC应该就source的简写啦 那以后我程式要写哪里呢 就放这里 所以你请记得哦 再来如果你要建一个新的程式的话 那请你按右键 在这边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这边没有嘛 other 一样找到PyDIF里面 module OK 所以记得哦 反正呢 这个第一次只要做一个project 底下以后的话呢 都用什么module 模组 你要写程式的话 它单位一定是 一定是个模组 把这个模组怎么样 放在SRC里面 所以记得在SRC 按右键new一下 然后呢把它nest nest之后的话呢 按名称叫什么 也许我们今天的话 就是Python的第一个好了 P1 OK 然后按一个finish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的 然后package空白 直接给它一个module的名称 叫P1 好 finish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开始写一些东西 这些nest cancel 直接呢 它会怎么样呢 这边也cancel 要不要template也不要 都cancel掉 好 那程式的话 就写在这里 那我们刚开始 写一个简单的程式 比如说呢 A等于3 enter B等于5 然后呢 answer ans 等于 A加B enter 多一个break 然后把结果print出来 printer 不过你会发现 Eclipse的优点是 你打个P print出来 你不用全部打 enter就可以了 然后print什么 print answer 好 这样子程式打完了 应该够简单吧 应该之后 打什么吧 就是把3 放在A里面 所以特别追 我刚刚讲过 不用额外宣告 也不用定义 那他怎么会知道 这个变数 应该是什么形态 反正你放什么给他 第一次 比如说我放一个数字给他 一个整数给他 那在A里面 就是integer B的话呢 也是放个整数 它就integer 把它相加 就有print 所以特别追 那我要把它run 要怎么run 特别追 如果我要执行它的话 上面会有个run runs 你把它按下去 然后呢 他会问你说 你要怎么run 我要用python 去run它 因为我刚刚有设定 python的路径了 所以呢 他就知道说 我用python.exe 把这个model放后面 直接帮我run看看 如果说你刚刚没有设定 你run就失败 但如果你有设定的话 OK一下 你会发现呢 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8就出现了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3加5 print出来放在这边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说 那可能同学说 老师这个字太小了 怎么办 要把它放大 如果你要放大的话 基本上有几个方法 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prefurnies prefurnies 里面有一个这个 有个coloring的form 有个basic basic里面有一个testform testform edit一下 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它找到 看你要14号字吧 然后把它apply 就放大了 如果你还不够大 按右键 再去设定 我以前都教同学 都找这边 我发现后来同学找不到 所以我教各位更简单的方法 这个方法你可以忘记 但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Ctrl 按加号就可以了 Ctrl 减就可以了 OK 但你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设定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Ctrl 加 Ctrl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放大按Ctrl 加 请你不要按Ctrl 加不是数字这边的加 请你用那个键盘上面的加 OK Ctrl 加放大 Ctrl 减的话就是直接上面的那个减 它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把它放大缩小 好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专案 里面的第一个 module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切换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我们很否促的 就已经把那个环境先打开 第二步记得先把那个 Python的那个韩式库的位置 还有Python的exe告诉他 所以在那个什么 preference里面 找到哪一个呢 记得喔 pydev 在这个pydev里面的那个interpreter 这个 interpreter在这一层 这个interpreters 这边Python的interpreter 那这边记得new一下 new的话呢 就browse 记得找到这个 你c列底下的那个python3732 找到这个 按开启 开启之后按ok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 会找到那个就是python的路径 这个一定要设定 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那它就会run的话 就无法去帮你把那个 刚刚写的程式去做编译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一定要先做 做完之后的话 第二个步骤 请各位再去撰写 刚刚的程式 第一个点那个开 你应该有开到这个画面 然后window window有没有 底下最下面有个 那个什么 那个prefurnies 点下去 找到这个 pydiff的interpreter 再展开 它有个箭头 你可以点开 这个python的interpreter 这个地方 然后new 再browse去找到就ok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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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